在上工地安全冒趁着台风前夕视察东大排水工程 毕竟信义区是上回710暴雨淹水的重灾区 北市府早早被驮太空包预备引导强降雨所带来的水流 我们针对710当时的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以安排来视察 了解包括我们后方这样的一个公园 感觉工程我们已经规划在8月底就会完成 希望能够解决淹水的问题 开密台风来势汹汹 但民众最关心是否有机会放台风家 有我亲自主持的防台准备会议 届时我们会听取最新的讯息以及台风的路径 届时我们会才有更精确的讯息来做一个判断 视察工程后随即进入EOC召开防台会议 避免科市府任内泥沙台风所造成的水门事件重演 水利处火速发布预告河濒散门最快在23号执行 指出不尽 相关的通知是安排今天会先预为通知 我想我们就预先告诉民众相关的讯息提早 让民众知道 下令通知相关防台机制 随着22号下午开密升级成中台 遇上今年第一个台风 被宣布料敌从宽严正以待 接下来我们然后请十二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